这个长蚊鱼泡了两天药,身体已经非常干净了,过水入缸 哈喽大家好,我是Frank,这只来自于东海深海的长蚊鱼经过两天泡药,基本上已经康复了 今天把它过水入缸,倒水汁更好一点的缸里 顺便来观察一下这缸的小可爱 他们看到我过来以后,就爬了爬,游了游,起立了起立 仿佛已经知道我要喂他们好吃的了 哎,小伙子别走,马上就来了啊,别急 来咯,为了这只急切鱼能吃饱,特地喂了一大勺黑壳虾进去 这急切鱼是出了名的慢性子 它一定要看清楚自己吃的是什么,才会发动致命一击 而这两只被它逼到角落的黑壳虾,很聪明 停到它的脑袋上,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只小急切鱼瞬间失去了目标,刚才看的好好的虾怎么突然就没了 它急切地跑来跑去,想寻找着另外的黑壳虾 这只势头又捕食就厉害多了,嘴里还含着个虾须呢 就开始捕食另外一只黑壳虾 说时迟那时快它嗷一口,虾就不见了 急切鱼看见这儿有动静,又慢悠悠地从远端爬了过来 殊不知,它苦苦寻觅的那只虾正停在它的脑袋上 在同刚刚有风卷残云之下,刚里所剩的黑壳虾已经不多了 而这只小急切鱼一口都没吃到,它每一次都能看到那只在跑动的黑壳虾 但是一旦黑壳虾停止脚步,它就又失去目标了 它的眼睛只能看到会动的物体 不过我意识到有可能是我这个灯太亮了 关灯吧,关灯它应该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关灯后我就撒了一把黑壳虾在缸里 这只急切鱼看见了目标,但是这个虾钻了它身子底下 它忽然站了起来,我突然发现这只虾的鹅剑刺中了它 这条急切鱼也太倒霉了吧 不仅没捕食到黑壳虾,还被黑壳虾刺中了 旁边的鬼幼缓缓地抬起了它的一条腿 然后被这个急切鱼一口咬住 没错,这个小家伙会把一切运动的物体当作食物 这只鬼幼无奈地爬走了 而这只小急切鱼一口都没吃到 真的好急啊,可能要单独喂它了 这个有趣的小海钢也就分享到这儿 我是Frank 感谢大家收看